就在中国大陆武汉解封之后 CNN记者重返武汉 直级在疫情肆虐之后的情况 武汉人的生活已经跟封城前大不同 许多人很害怕第二波疫情出现 上街都一定会穿上防护衣 戴上两层口罩 许多的餐厅只开放在门外领餐 健身房 电影院 娱乐场所还是大门紧闭 搭乘地铁的人数大减 乘客也都保持社交距离 还有就是武汉的活情市场陆续开市了 但是因为新冠病毒疑似就是来自于野味 那么现在就算店家只是在卖一般的鸡鸭鱼肉跟海鲜 民众还是不敢买 重返武汉CNN记者跟在地友人坚持戴上两层口罩 以防万一 有些当地人担心出现第二波疫情 上街也习惯穿上防护衣 饭店业者要求房客进门要全身消毒 民众搭地铁 不管排队还是座位也是分的开开的 武汉封城76天 解封后车潮涌现 店家也开门营业 许多餐厅只开放门外领餐 健身房跟电影院等娱乐场所还是大门深所 理发店也得每隔一小时进行消毒 不过解封才过两星期 有些武汉人也开始松懈 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来到可能的肇事地点 华南海鲜市场 依旧拉起封锁线 没人敢靠近 倒是大街小巷的许多活情市场重新开张 但新冠病毒可能来自野味 不免令人心惊惊 生意不行 要关门量 相当不行 虽然卖的只是一般鸡鸭鱼肉跟海鲜 但民众还是望而却步 生意没有以前好 业者大喊日子难过 一场疫情改变了武汉人的生活习性 往日情景不再 只怕疫情带来的后遗症 还有待武汉人克服 留言好 兵议